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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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新的一品叫做如实法门品 如实也就是当我们已经能够实践六度菠萝蜜 可是我们所行的速度 还是没有那么跟知识同步进行 也就是我们从经论里面了解了 我们是应该要发菩提心 我们是应该来修六度菠萝蜜 可是我们道理也了解到这样的程度 可是我们所行的还是慢慢在进行而已 所以如实法门也就是佛菩萨的慈悲 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目前还在这个世间 我们的程度也还没有到达真正的菩萨的境界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目前的处境 我们所面对的世间 我们还要能够确实的了解 我们要掌握的一些的态度 还有生活的方式 所以我们从发菩提心经论里面的内容 就可以感受到 佛菩萨在教导众生的时候 是非常慈悲 非常的仔细 所以我们看看这里面的内容 就告诉我们说 若善男子善女人 休息六波罗蜜 求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应离七法 这里面就让我们知道说 那我们能够发菩提心 那就已经是叫做善男子善女人 就不是一般的世间的男女 而是从行为要来行善 要来学习真正有利益世间的善者 所以称作善男子善女人 那我们要开始落实来修六波罗蜜的时候 也就是要求无上正等正觉 那在现实上面还要考量实质的问题 所以从我们世间不好的这一些的环境里面 不管是人或者是我们的行为态度 就还要在落实来检点 要去除的 所以这边说要有离开七种不好的法 那这里面的七种就称作 一是离二知事 二知事者所谓教人舍离上性 上欲 上精进 急重 扎行 二者要离于女色 贪着 视欲 夹席 世人 耳语直视 三者离于恶觉 至关 形容 贪席 爱重 懒着守护 未可久保 四者离于称慧 慢 报 急 忌 心己 征颂 坏乱 善心 五者离于放育 娇慢 懈怠 致赐 小善 轻蔑于人 六者离于外道 疏论 及世俗 闻诵 以示 言辞 非佛所说不应赞颂 七者不应亲近 邪见恶见 如是七法所应远离 如来说言 不见更有余法 身上佛道 如此七法 事故菩萨应当远离 所以这个部分 也就是从发心 要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那要落实波罗波罗蜜 还有不思慈戒 忍辱 精进禅定 那又要恢复到我们在世间的观察 就是如实法门 也就是我们还是要很正确的来看待我们自己本身 那我们周边如果有恶知识的不好的朋友 那我们就要远离这些人 那这些的不好的朋友呢 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没有正知正见 所以他所行所为都是常常会影响我们的正确的观念 所以这个时候还要有保护 所以要远离这些恶知识 因为他们乃至会告诉我们说 哎呀 你不要去修行嘛 你不需要这么做嘛 世间多好玩啊 或者是世间大家都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们要舍离这些恶知识 也就是在修学的过程 我们的力量还没有成就 所以还是要先保护 所以这些恶知识呢 他会告诉我们说 不要去相信这些清静法 这些有智慧的 有慈悲行的 那也不要我们这么精静 那乃至呢 恶知识呢 他是去执行这个恶行的 就是所有的都是恶因恶果的这些的行为 所以要先能够了解我们本身的能力 那因为还没有办法度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先远离 那第二种要远离的是女色啊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一些的情爱的 这样的一种贪值啊 就是会让我们生起这种欲望 就是情爱的一种执着 就是让我们觉得世间呢 就是有这种最大的执着 他是让我们在世间呢 最大没办法出离的 那第三种要离于恶觉呢 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自己的观察 就是以为呢 这个世间是可以长久的 所以这个恶觉呢 是我们也有一般的觉醒 就是我们世间法里面呢 我们要去追求世间的种种的 让我们高兴的名啦 利啦 或者是世间的享受啦 那这个也是一种觉啊 只是这种觉呢 它是有贪爱的成分 所以要去除这个叫做恶觉 所以从离于恶觉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本身的那种贪爱的那种追求 就是要看到自己以为要去追求的这一些呢 它是可以永久不变的啦 所以这个呢 就是要看到 要去除 那第四个 就是要离于这个称慧 就是让我们呢 就是容易生气 或者是喜欢跟人家争执 或者是对人的那种轻视 的一种我慢 那对别人的好 我们会生起嫉妒心啊 那对别人的种种的猜忌啊 那这些呢 就是会扰乱我们的善心啊 所以也要去除 就是等于让我们的心趋于 能够安定 那第五又要远离放逸 娇慢 懈怠 所以要 能够提起精进 所以看到自己的这一些的 不精进的这一些的行为啊 那其中呢 还要看到 我们自己以为 我们已经 以小为满足啊 所以说自恃 小善 轻蔑于人 就会觉得说 我现在开始修行了 所以我们好像就比别人高一等 所以这样子呢 也让自己没办法进步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要能够看得到 所以要远离 那第六呢 要离于外道疏论 及世俗文诵 以事言止 最主要的是 这一些呢 都不是让我们可以增长智慧的 就是说 外道 为什么称作是外道呢 也就是主要是向外求 也就是从我们要解决问题 不是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心 是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源 我们自己要了解自己的心性 改变自己才是最终究的 所以佛法称作内学 佛法叫作智心之学 也就是要治理我们自己的心 那外道呢 也就是从我们的这种 就是消除 我们好像以为我们去 从祭拜 或者是从外面的一些 这种好像求神问补 那这样子的一种行为呢 就是把自己的问题呢 就是交给别人 所以不是究竟的 那当然我们本来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些善知识 他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去解决 那这样的解决 应该也是要最终究的是 要了解到自己心 所以从自己的改变 才是最究竟的 所以从六度波罗蜜里面 要来真正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 最终还是要提起自己的决心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根本的考量的时候 就是能够让自己趋于 我们自己的这种彻底学习 那乃至世俗的文诵 以示言词也要远离 也就是让我们可以 比较集中在一个 从意理上面的了解 人生的真正道理 而不是只是在 好像吟唱 这样子的一种表面性的 所以这边说是以示言词 就是用很多的形容 很多的这一些的 这种这种曲调 来赞叹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边乃至说 非佛所说不应赞颂 也就是我们说的 跟我们生命好像没什么关系 所以要能够提起正念 观察真正的生命的一种关怀 那第七又要远离 就是邪见 恶见 那这个部分 也是因为从波罗波罗蜜品之后 就是要让我们 应该要建立正确的观念 所以邪见 也就是我们世间种种的 这些执着以为有我 或者是我们有种种的 这一些的不正确的认知 就叫做邪见 那基本上是以我见 执着有我 是为最重要的一个邪见 那恶见呢 就是我们世间 种种的以为 世间是长 或者是断 这一些的这种观念 那乃至呢 我们说世间 每一种人 他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 那这一些呢 就是不彻底的 那这一些的这种观念呢 世间是太多了 那我们 所以从波罗的一个考量呢 就是要能够看到 真正的诸法因缘里面的道理 那所以也要去除影响我们 正确观念的这一些的不正确的见解 那以上这边的七种法都应该远离 那不让我们受到这一些偏见呢 或者是不好的这些影响 那让我们在发菩提心的这个过程呢 就受到影响 所以七种的远离是要能够保护我们自己 那接着呢 我们在看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要能够正确的修七种法 那所以七种法呢 也就是要能够针对上面的远离的七法 所以第一种菩萨当清净善知识 所以这个是针对上面的二知识要远离 那下面要清净善知识 因为善知识者所谓诸佛及诸菩萨若身闻人 能令菩萨助身法障诸菩萨若密 亦是菩萨善知识也 二者菩萨应当清净出家 亦当清净阿兰若法 离于女色及诸世欲 不与世人而共从事 三者菩萨当自观行 如粪土 但胜臭碎 风寒热穴 无可贪拙 日当旧时 遗失宴离精勤修道 四者菩萨应当常行 和忍恭敬柔顺 亦劝话他人令住忍忠 五者菩萨应当修集精进 常生常愧 敬奉师长 灵敏穷相 见恶苦者以身代之 六者菩萨应当修习 方等大乘 诸菩萨障 佛所战法 受持独送 七者菩萨应当清净 修习第一异地 所谓十相 一相无相 若诸菩萨欲及待得无上菩提 应当清净如是七法 所以从应该清净的七法 也就是对峙我们上面的远离七法 所以第一个的清净善知识 也就是针对我们要远离不好的这些影响 而是应该要清净诸佛 或者是诸菩萨 或者是修正欧罗汉果的身文人 或是能够令我们住身法障 诸菩萨的 也都是菩萨的善知识 也就是在我们同行同参道友的这样子的一种正确的修行的 这一些修行人也都是我们的善知识 那第二种在远离法是要远离女色 那这里呢就是要清净出家 一当清净阿兰若法 也就是要清净能够让我们真正单独修行 修清净法 要清净我们的这些的身口一三叶犯行 所以能够远离女色及诸世欲 那乃至呢不跟世俗的人 就是行于世间的这一些享乐这些行为 那第三种呢就是要远离的是我们以为呢 世间的这一些的贪求这种贪念的恶觉 所以应当要能够观察正确的 也就是我们的色身呢就好像粪土一样 里面都是粪便 那里面的这一些地水火风啊 就是没有让我们可以贪着的 而且这个色身呢是有时间性的 那时间一到呢他也会死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远离对这个色身的贪值 但是呢我们又需要这个色身来修行 所以要精情修道 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就是 纠正我们对于深的贪着去享受 那第四种应该要修的呢 也就是柔和 慈善 恭敬 能够与人相处啊 都能够和乐 所以这个是对峙第四种远离的称慧啊 暴漫啊 嫉妒啊 猜忌啊 猜忌啊 这种脾气 我们会生气的这一些的情绪反应啊 也要能够把它平顺下去 那第五种的远离放逸呢 也就是要用精进 所以第五种要修的法 就是要精进啊 尝身 尚愧 乃至呢 要能够自己多学习 所以不会以为说 自己所学一点点呢 就自满啊 所以要能够敬奉师长 还要对比我们能力不足的 还要能够灵敏 慈爱 乃至有受苦的人 我们都愿意说 以身来代替他 为他受苦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要学习的 都是有慈爱的心啊 不会骄傲 那第六种本来要远离的是外道啊 这些论点啊 或者是世间的这些诗词啊 那第六个应该要学的就是要 修习方等大乘 诸菩萨障 也就是让我们发起这种慈悲心 让我们能够学习诸佛的慈悲智慧啊 也能够了解众生的这一些的苦痛 那发起慈悲心 那要学习佛所称赞的诸法 来受持读诵 那第七种本来要远离的邪见恶见啊 那在这里呢 就是应该呢 要学习第一异地 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不管是文 听文的 或者是思维的 或者是我们实践的 都能够去观察诸法的实相 乃至诸法是有还是无这种相貌 那这些相貌是永久的吗 还是它是常变的 就是观察种种的因缘法啦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了解说 菩萨要能够急于得到 正道无上的菩提呢 就要亲近这七法 所以先从远离七法再来了解 我们应该要亲近的七法 从上面如食品了解到 发菩提心能够实行六度波罗蜜之后 我们也要了解到说 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啊 所以我们还要观察 我们自己身边的交往 还有我们自己的习性种种 那这样的话呢 就非常的确实 所以有远离的七法 也有能够对峙的亲近七法 那这样呢 确实是让我们好像 从道理上面了解很高啊 可是呢 还是要让我们回归到 我们自己的处境 还有我们自己真正的情况 我们自己修学的程度 要很老实的来了解自己 所以如食品呢 又把我们从刚刚我们 在上一个单元所学习的 这个波罗品啊 好像已经谈到很高的 可以没有这种差别啦 没有这种对待啦 可是呢 我们这个是理而已啊 那我们在落实还是要看清楚啊 所以在如食品里面 要让我们看到说 我们还是要是非分辨啊 二知识就是二知识啊 不好的朋友就是不好的朋友啊 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境界 就开始没有分别 所以真的叫做如食品 就是很老实的 我们现在是什么程度 我们就要讲 我们现在应该要修的方法 所以还是要老老实实来抓紧说 我们应该还是要清净善知识啊 我们还是要发起精进的心啊 我们还是要来观察我们的这个色身啊 是愤辨不能执着啊 我们还是要修清净行啊 那我们也是还要长生惭愧啊 要对世间一切的人 都要非常的和气 要恭敬 要能够慈悲善待 而且要多读大乘的经典啊 乃至呢 我们也学习观察 什么样子是叫做第一异地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把修学六度波罗蜜啊 跟我们自己的一个处境 它就有很坚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是一步一步来学习的 那了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再看如实评里面 第二点就等于是也要提醒我们啊 就是要让我们在修学 发菩提心的过程啊 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动机 还有我们自己的态度 所以在这里就要谈到说 我们要发菩提心 要求无上菩提 要行菩萨道 要以无所得的心来修学 所以这里就提到说 如果我们发菩提心 是以有所得故来修学的话 那么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错误的发展 所以这边说 若人发菩提心 亦有所得故于无量阿生集结 修极慈悲喜舍布施 持戒忍入精进禅定智慧 当知世人不离生死不像菩提 所以这边呢 这边呢就是一个 先要让我们要清楚 要提醒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 要有一个警惕 就是要有无所得的心 我们要知道无所得跟 这个我们说要去修学 要用功 它不是一个矛盾的 无所得是我们的心 没有一种贪求说 我做这个行为 我一定要得到什么的果报 我们这样的态度就变成说 我要去修什么善行呢 就好像是用一个交换的 那这样就是有所得 那这样的话变成 我们也是在一个有违法的 这样的操作 那因为菩提是一个决性 那决性是从我们的心的本质 去了解的去成就的 那如果我们的心是有所得 又把我们的心 又好像在造作一个形状出来 所以这边就是要让我们 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跟一种动机 所以下面就解释说 为什么如果我们 以有所得的这样的心去 修学这样的一个菩萨行 乃至六度波罗蜜 那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离开生死 也不能真正去向菩提 所以下面说何以故 那告诉我们的答案说 有所得心即诸得见 因界入见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寿命见 慈悲喜舍 失 戒 忍 静 定志 等见 取要言之 佛法生见 即涅槃见 如是有所得见 即是执着心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只要我们以为 我们所修学的 是有所得 也就是说 我们任何一个修行 我们就觉得 哦 我可以得到什么 那这样的时候就是 有所得 所以这里呢 就是举例 我们有所得的戒 我们以为 我的音 就是五音 戒 就是十八戒 路就是十二路 那总瓜也就是说 我们又以为 我们自己的 色受想行事啊 或者是我们的 眼耳鼻舌身意啊 或者是 我们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所看的 色身香味促法 或乃至 从六根六成 产生的眼耳鼻舌身意 的认识作用啊 总共加起来 十八戒啊 那以为这些 啊 是实有 就是 见 或者是以为 有我的这个观念 那或者是 以为 有人 就是 我 之外的 就是 别人 或者是他 或者是 有众生见 就是以为 有 所有的 这一些的存在的 这一些 有情的 众生 或者是 寿命 那寿命呢 也就是 所有的 因缘啊 就是 互相 在那里 延伸啊 种种的 这一些的 发展啊 那这些 都加一个 见 最主要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它看成是实有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一种 啊 观念 我们就是一种 见解 就是 当作是他实有 那乃至我们 在 第四品到第九品的 六度波罗蜜啊 教我们的 啊 这个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智慧等啊 我们也把它当作是实质的 一个东西 那这样子也是一种见 啊 那乃至 我们对于 啊 就是说 我们在学佛 啊 我们 以为 啊 佛 好像 是出世间的 啊 是跟我们世间是另外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法 也是抽离了 这个世间 或者是生 就是出家人 或者是 和和众啊 啊 这些呢 我们也把它 当作一个抽离的一个观念 那这样的时候呢 也是一种 我执的观念 啊 那乃至 以为说 我们现在 是在 啊 受苦 那我们要求解脱 所以要正到涅槃 那这样的话 也把涅槃变作一个观念 或者是 当作是一种实质的东西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又 好像 存在我们的一个认知的一种见解里面 那这些呢 都是执着的心 那这里 让我们知道的执着的心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啊 就以上所说的这一些的名相啊 我们都把它好像用一个框框 说啊 这个是众生 这个是人 这个是众 是 这个 受命 或者是 这个是我 那我们的心呢 就变成是 好像一个概念一个概念 这样子的这种见解 所以这样子呢 就叫做 执着心 就是我们的心呢 就有一种固定的一些 就是好像把它 划分的这些 这种界限出来 那 所以 下面又告诉我们说 执着者 是名邪见 所以者和 邪见之人 轮转 三界 永离出药 是 执着者 亦复如是 永离出药 终不能得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要 让我们再 破除 我们 之前 所说的说 我们要行六度波罗蜜啊 那 我们要修的这一些的境界 但这个部分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这一些都是对破我们本来的 众生的这一些的习性的观念也好 行为也好 行为也好 可是当我们 就是破除了众生的这一些的我执邪见以后啊 我们就不要再以为说 我们破除了这一些的世俗的这一些不好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还要掉入另外一边 就变成说 一个是 不好 一个是好 因为 在发菩提心是要能够了解我们心的真实的状态 所以 他要在我们 以为 好像 有修行的过程里面 要再打破 说啊 我们实际上 能够从 我们的世俗的这一些的习惯里面 那我们慢慢的看到诸法真相的时候呢 我们也没有执着说 啊 我有修行 或者是我已经有正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境界 那这样子又落在一个有所为 或者是 有一个有所得 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就叫做执着 就执着就是我的心 又有一个境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是 要能够让我们再提升 就不要以为我们 在过程里面 而当作他是究竟 所以 这样子的对破 要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如果在修行的 这一些的过程 我们都有一个执着的时候 我们也还是不能够真正 就是解脱了 那我们又陷入另外一个圈套里面 所以终不能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是音译的 那真正的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发菩提心的菩提也就是觉性 那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呢 就是无上正等的正觉的菩提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程式是要越来越提升的 那最主要就是要我们不要落入在过程里面 就以为他是究竟人满 所以下面又要告诉我们说 那我们不执着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打破这一些的 这种有所得的心呢 所以下面要告诉我们说 若人发菩提心应当观察 视心空向 也就是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所有修行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在修炼我们的心 在修六度波罗蜜 不管是布施也好 持戒也好 能够修禅定也好 那最宗教的就是它的核心 还是要来修炼我们这个心 那如果我们的心以为任何的境界是有所得 那我们的心又执着了 又没有真正开发它的觉性 它的觉性是能够是没有被遮障 所以在这里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心的空向 所以从修炼发菩提心行六度波罗蜜 要能够如实到一个心的状态 要了解我们整个修行的核心就是心 所以要能够观察心的空向 那在发菩提心经论 也要一个城市让我们了解 说心的空向是什么 所以先让我们了解何谓是心 然后再告诉我们什么是空向 所以这里的文字就是说何等是心 原和空向 空的向 心明 亦是 即是 是 因 亦 入 亦界 心空向者 心无 心向 亦无作者 所以这里先告诉我们说 心是什么呢 那空向是什么样的空向 那解释心就是意识 也就是我们凡夫所用的这一些的意念 我们的认识作用 我们在思考的 我们可以认知外界 然后我们把这些外界所接触到的 我们再加以分辨 这一些种种的作用 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下面解释说 即是 是因 亦入 亦界 也就是我们的五因 里面的四因 就是 色受想行 是 的认识的作用 还有 我们 能够在 这个十二路 十八界里面的 意 就是 眼耳鼻舌生意 跟 十八界里面的 眼耳鼻舌生意六根的 意 根所生的意识 所以这边呢 他直接指的就是我们的 心意识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讲心 那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心不是指的这个肉团心而已 而是我们可以有意念 还有呢 认识的这一些的作用 那 心 是空的 心的相貌 是空的 相 也就是特质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的特质是什么呢 这个心的特质就是空 所以叫做心空相 是指着心无心相亦无作者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呢 实际上本身呢 是没有任何的相貌的 那这个心本身呢 也没有能够作用的人呢 你说我们这个心 好像念头起了 那到底是谁在作用呢 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这个心是没有作者 就是没有能够操作这个心的 那为什么我们去操作这个心呢 下面就解释说 何以故啊 是心相空 无有作者 那就是我们这个心呢 它的相貌是空的 那无有作者 是没有这个相貌 也没有作者 也无始作者 也没有让我们的心能够操作的人 也就是我们这个心呢 也没有它能够操作的这个人 也没有能够驱使我们的心 能够操作的另外一个操作者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心的状态 实际上我们好像平常没有去观察 所以我们只是有念头来 我们随着这个念头呢 那到底是谁在操作呢 那就是我们如果从十二因缘法 其实是因为我们无名啊 我们没有去观察这个心 所以我们就随着这个心呢 有什么念头来我们就一直转 那在这里就是让我们要知道说 心的真正如实的状态 它是空向 就是没有做的人 也没有使我们心能够作用的人 所以也没有在外面让我们的心操作者的人 那下面说 若无作者则无作相 若菩萨解了如是法者 于一切法极无执着 那如果说 既然我们这个心啊 没有操作的人 这个心本身 他没有 一个让他操作的人 那也没有操作的这个相 也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相貌 那这样的时候呢 是心的真正的状态 那在发菩提心的菩萨呢 如果了解到心的真相 是空向 是心空向的话 那么于一切法极无执着 也就是说 那不管我们修了多少的善行 我们修六度波罗蜜 那在操作的过程 它是变成一种 我们是对应这样的一个境 那在修学的过程 都是以善 都是以这种 光怀灵敏的心啊 可是心又没有去执着 有这一些的实质的存在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 才是真正没有执着 就是了解到我们的心啊 实际上 他是 没有真正的一个 实质的一个作者在那里 所以观察到这样的实相的时候呢 就是真正没有执着 那没有执着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让我们可以 从行菩萨道六度波罗蜜呢 也没有执着 那最主要的是要了解 我们心的空向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的善行啊 虽然做了一切的善 那心里呢 也不会执着有一个善报 那即使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 那我们因为了解心的空向啊 那也可以知道说 这个罪性本身也是空的 那这样的时候呢 那我们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真实的 新的实相里面 所以我们对于善恶 如果能够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的时候啊 他真正是了解到我们心的本质就没有果报 才会了解说在 在忏悔法里面的理忏 也就是说 四忏是我们有修忏悔心 那理忏的话呢 是要从了解到心性 它是 本性是空极的 那这个时候呢 才能够真忏悔 所以说 罪从心起啊 将心忏 心若灭时 罪易灭 那心罪两亡 是明真忏悔 所以这个叫做理忏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为 都能够趋向善 都能够趋向清静的时候 可是对于我们自己心性的这一些的恶 那他还能够 从心 从根本上去忏悔 看到心性本空 那这个时候呢 就真正是从理 从理忏 去了解心的本质了啦 所以这一品叫做如实品 还是要从我们现实 观照我们的 种种的这一些的环境啊 态度啊 观念啊 然后呢 还要再知道说 我们所行的 要无所得的心 然后呢 能够真正看到 我们的心的真实的无相 这样的真实状态啊 所以我们 在如实品里面啊 就可以了解 我们在修学过程的心 都能够没有执着 能够得到自在 我们将我们所学的来 功德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赐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 001 198 660 012 001 198 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将于农历7月30日 9月6日星期一 地藏菩萨圣诞日 恭请广护法师带领大众 供读《严命地藏经》 即大蒙山诗识法会 恭请惠泰大和尚来主法 并于当日超剑焚化 节夏期间三个月所有书写牌位 仰仗佛力加持 所有消灾超剑牌位 皆能在法会中得到利益 以此圆满所有超剑法事 在地藏圣诞法会来临之前 大碑观音道场带领信众 一起做好前行功课 7月是佛门教校 也是佛子修行精进月 未来三周大众可以持诵 报父母恩咒 与地藏菩萨神号 地藏王菩萨灭定业真言 作为前行功课 正如幽佛色戒经业品当中佛陀云 若果报定 因厚受者 事业可转现在受之 何已故 善心智慧因缘利故 恶果定者亦可转清 我们应珍惜每一次可以大众熏修 忏悔转业的机会 在农历7月期间加紧用功修行 以报福恩众神恩 恰询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直播平台 YouTube或脸书搜寻 或脸书搜寻宜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质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圣 人施行才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院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盛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城塔 福会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跨播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路转账 银行代号 005 土地银行 转账帐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989-9319 女人就是因为感情 我觉得你们很大胆 这个感情怎么可以碰呢 除了你现在已经有了先生小孩 那你就当然要守好 对不对 因为那是你的责任 有一个惭愧心 有一个责任 把它转回一种容忍一种慈悲 那就对了 但是千万不要再有一点 很想要去找到一个真的感情的一种想法 因为这个世间没有那个东西 没有那种会快乐的感情 没有了 就像刚刚讲的 背久了就酸了 就想丢掉 丢掉了以后又想要背 这没有一点快乐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真的要看看 而且自己要发愿 朱元不动 欲心不起 对不对 就不要谈恋爱 各位都知道 我出家我就发这个愿了 拜了老半天了 我如果再谈恋爱 我都下无间地狱 我就发这个愿 我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因为我会 对不对 所以我就 我不是说喜欢谈恋爱 我不敢谈感情 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我这辈子也没有真过去爱过女人 因为我从小我就怕了 我从小就怕了 讲这句话好像很对不起我过去的太太 不过她对我真的很好 我对她很好 但是我不敢用感情这两个字 我从小到现在都不敢 过去是的 因为那种东西 我觉得这种东西一放下去 好像一辈子就忘不了 还是会苦搞不清楚 所以我认为 谈到这个感情问题 但是 所以各位就 最好的方法不要去接触 因为人跟人接触 特别男生跟女生 刚好你是 感情有点空档 你也没有那个决心要断 然后你就去跟他接触 就完蛋了 日久深情就拔不开 那拔不开以后 就爱靠爱对落 这样 然后就每天有看 有看他就好了 有看他就好了 那也不知道在 这样多苦啊 那没看到他就 失魂落魄 对不对 就像那个公儿 公儿一只死了 一只就要咬 咬蛇至少 没办法吃东西 因为他没看到他 没看到这个伴 他过不下去 所以男人也一样 我发觉女人还好 女人老公死了 他还可以活 因为有儿子嘛 但是男人老婆死了 他刚刚都还考 我碰过好几个 我碰过一个男人很帅 然后他年轻很花 然后呢他外面有外遇 后来他老婆得癌正死了 他现在天天在家里哭 为什么 因为老婆是他的伴 他虽然很花 但是他老婆不在了他 他魂不守舍 变得很脆弱 这也叫感情脆弱 所以我认为 千万不能感情脆弱 特别作为一个菩萨 你要作为一个菩萨 要爱众生 如果你感情脆弱 那你会过不了关 过不了关很苦 所以各位你要讨论自己 有感情是快乐还痛苦 痛苦就是百分之一百的痛苦 没有一点侥幸的机会 你要这样子想 但是你只能说 把握你现在的姻缘 度他吧 对不对 你的先生 你的儿女跟你有感情 你把握这个姻缘 赶快度他 不是为了在追求 跟他有一个依赖的感情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是人千万不要相信自己 千万不要相信自己 说你可以 你要是 我自己都会发觉 像我是个男人 然后我经常有四者 在我身边 男生 然后一段时间 他走了我都会想 可以 因为他已经在你身边 一段时间习惯了 对不对 然后换一个人 就怪怪 会这样 那不是说我们同情 因为人就会有那种依赖感 好 所以那男女之间 那不得了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 所以各位想清楚了没有 没条路 可能